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要有假期 第二个要有福报 第三个还有坚强的怨心 有些人有福报 有假期 可是他是去法国巴黎度假的 不是去圣地 而且新加坡人呢 好像都喜欢比较去进步的国家 伦敦 纽约 或者加拿大或澳洲雪梨 或是去其他法国巴黎 很好 当然有空去走一走 对你的生命会能够展开你的眼界 可是你要想 去了呢 结果回来呢 那个不是圣地 只是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的结果呢 事实上你却造了很多的恶业 去圣地有无量的功德 所以请你念补前行愿品 好 请看经文 三十九页 丁二 献三种神变成就佛轮 悟一 斜业应堕三图 悟二 正业应去佛法 悟三 细说三种神变 悟四 祝安盈稳得无畏 在这里可以看到佛会献神变力 神变力就是佛广大的神通 那在这 了解这个因缘果报之前 你在第九轮 然后呢 你世间成就亡轮 要有五戒十善 那初世间呢 你要成就佛轮 要教化众生 什么是邪业 什么是正业 这你必须听闻佛法 你才能够判断 简单地说 你若造了毁谤佛法 或造了邪见的恶业 当然它就会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 假如你做的是菩提心 发六度万恨 行菩萨道 利益无量的众生 这是正业因 当然它就会去向于佛法 那当然佛陀要读外道 我们是没有神通 佛陀也规定在家跟出家的弟子 不可以显神通 为什么 因为神通 外道也有神通 那若弟子显神通的话 会让佛法跟外道混淆不清 可是 你若去读阿含经 若读大乘的经论 你会发现佛陀本身自己 常常显神通 没错 因为佛陀是无我的人 他是没有私心就近的圣者 所以他会用神通降服外道 或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是要你当到登地以后 做出地菩萨 或是正阿罗汉果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能力 那时候你的心是清净的 就可以用神通度众生 可是现前而言 我们是佛弟子 尤其是初发心菩萨凡夫 初撒心菩萨的凡夫 在人间道里面 我们是不可以显现神通的 这是有不同的因缘 请看经文 物一 邪业因 跺三土 请看经文 善男子 如是如来 了时 如始了知 一切友情的生死轮回之事 所谓如始了知呢 就像看镜中的一切影像一般 菩萨 初地菩萨 看所有三千大千世界 就像一个掌中阿摩罗果 阿摩罗果是印度的一种水果 简单地讲 就像我手掌抓个沐鱼 所有的沐鱼 我看看得清清楚楚的 对不对 所有众生的过去 现在 未来 我都很清楚 这叫如始了知 请看经文 若诸有情 有些造了生的恶行 与的恶行 跟义的恶行 昨天讲要修善行 生要善行 与要善行 义要善行 义要善行 那在这里来讲 有众生 他生口意是造恶行的话呢 几方说 请看 第一 毁谤贤圣 毁谤圣人 我具足邪见 破坏里面佛门 佛门所说的一切真理 邪见夜阴 翻过来 邪见夜阴 什么叫邪见呢 简单的讲就是 你不相信因果 虽然你是佛教徒 可是呢 你还是呢 不相信佛所说的 也不相信六道轮回 我举一个例子 不要介意 今天有个联友来 见师父 我不会讲你的名字 因为师父会尊重你的隐私权 但是呢 他就会跟我说 师父 我去呢 一个去看三世因果的 他就说呢 有因难于你的鬼 住在我的身体 答案可能吗 要想一想 我们有时候听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很容易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有邪见的因 你想想看 假如真正呢 他就说 你呢 因为家里面有 身体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住在这里 所以你家里呢 就不合 接下来你就来 他帮你治疗 把这奇奇怪怪的东西 逼出来 想一想 这根本是民间宗教嘛 这根本不是佛法 为什么 假如一个男生 跟一个女生 可以住在你身体的话 观音菩萨就住在你头顶啦 要动动呢 各位联友 师父真的很爱护你们 并不是我要去骂你们 而是呢 我深深觉得 我来了这么多年 你们所学的都是 不是真正 纯正的佛法 你们知道的都是 民间宗教的信仰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你问他 没有问他 为什么 佛法有它的道理 那我怎么去判断 你讲的是真的 我不是真的呢 我对 或不是对的呢 因为师父学了25年的佛法 你真的要学佛法 你嘴巴虽然讲说你是佛教徒 可是你很多的想法 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 自归佛 永不归外道天魔 对不对 刚才开始我记得 我来新加坡很多年 我也来了六七年 刚开始我都不该讲真话 因为你们都喜欢 拜大八公 对不对 那我反问你一句话 假如你今天拜了大八公 然后你开始过一做佛教徒 大八公会惩罚你嘛 想一想 大八公这么大慈大悲 看到你学们 学习佛法变成佛教徒 他都很高兴的 大八公是不会惩罚你的 但是你不相信 你就会觉得 哦 我最近呢 因为没有拜大八公 所以我家了 阿公呢中风了 我最近呢 我家了发生车祸了 你看你就胡思乱想 其实 不拜大八公跟发生车祸 是没有关系的 英文讲 They are not connected 它不是关联的 你会发生车祸 发生中风 那是你过去造的恶业 不是说你不拜大八公 大八公就来惩罚你的 不会的 大八公的心是天地的善神 当然 新加坡人 从很多的祖先 从中国移民过来 早年在兵荒马乱 白首起家 人都会有心灵的信仰 没错 就像我们台湾 很多人也是拜 成皇爷 土地公 土地婆 最后慢慢拜道教的 管世音菩萨 最后便正信佛弟子 这个师父能了解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进步不同的过程 但是你要想 难道你带八公会不高兴吗 对不对 答案是什么 你的分别跟执着 所以你有很多地方 都是错误的邪见 还有待会我会讲经文 哎呦 这个不能诵经回相给别人了 或被背人家的业 听一听 就知道你佛法真的很差 人可能带人家的业吗 答案是不可能的 假如可以的话 再讲一遍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早就带所有众生的众业 那我们就不用做在这里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讲经就可以圆满了 对不对 没有开玩笑的 明天我还没讲完 所以你要知道 你很多知见的都是邪知邪见 所以今天这个灵友跟我讲 我是很真诚 师父甚不不客气的把他骂醒 你若再相信这些 那就请你出去吧 你宁愿不相信观音菩萨 你原音不相信地藏菩萨 你也不相信普贤情愿品 跟地藏经可以救你 可是你却相信一个外道 奇奇怪怪的师父跟你讲 所以我跟他讲 你就不要去了 你家就有勇气 不要去 他说哎呀师父 他又打电话来跟我说 因为我身上还有一个鬼 没有治疗好会更凄惨 我说错了 你就是被人家控制了 末法时代 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师父我是用佛法教你 我绝对不会控制你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因果 有些师父 我不论在家出家 在东南亚奇奇怪怪的师父很多 阿弥陀佛 古人讲一下 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啊 那是讲不好的和尚 真正的好的和尚 他是教你佛法 让你自己好好觉悟 按照佛的界定会修行 或许你会觉得 哎呀师父 界定会修行啊 好远好长远 没错 就像我昨天讲 你去办民间宗教的 对不对 十八宝宫满你的愿啊 可是你也赔了你的命啊 你要这样吗 假如你连你的命都赔了话 我跟你讲 连我也救不了你的 为什么 你已经变成 邪见的外道业因啊 对不对 你宁愿相信一些奇奇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有效 你觉得快 就跟你们中马票一样 知道吗 只要四个号码 一夜之间 我就变成大富翁 不用做赚钱了 其实佛法没有快速的 假如佛法有快速的话 我绝对会告诉你的 释迦牟尼佛也绝对会告诉我们 他自己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无量无边阿僧奇节 修佛修慧 对不对 他救度无量的众生 他才成佛啊 成佛真的很遥远没有错 但是也因为成佛很遥远 所以菩萨到伟大 天龙八部 第四天 大凡天王 我待会后面都讲 看到佛跟菩萨 跟如理如法的圣弟子啊 他都会合掌的 你念地藏经 地藏菩萨 跟天龙八部 都昼夜会保护你 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会离开 所以你必须先去了解佛法 佛法 法是很尊贵的 所以不要去听一些奇奇怪怪的 好不好 我师父点到为止 你不要觉得我一生做 就喜欢讲骂人的话 不是 师父觉得看你很愚痴 很可怜 对不对 苦口婆心劝你呢 然后呢 你还不念普贤行愿品 你也不相信观音菩萨 你也不关心 相信地藏菩萨 为什么我会公开推荐 观音跟地藏呢 因为他是成佛的圣者 他无我 你真正跟他祈求 他就像妈妈一样 一定会满你的愿 会在禅定之中 或梦中 会解决你的心结 那比你去看 嫁鸡福兰 或当鸡 他还不用付钱的 对不对 好 请看下面 经文 所以很多人 毁谤圣贤 毁谤出家师父 或是毁谤修行的人 具足邪之邪剑 造了邪之邪剑的恶因 生命坏的时候 业力现前 就地狱恶鬼畜生 进三恶道 或生到地狱 或生到旁生 旁生就是用走路的 像螃蟹啊 对不对 用走的 往旁边走的 或者生到恶鬼道里面 好 接下来 悟二 正业因去佛法 若诸有情 生行善行 予行善行 亦也成善行 他不毁谤圣贤 具足正见 而且相信因果 当他临命中时 他一定会心很安详 会生到天上 或天到人中 而且敬诸有漏 漏是指烦恼的意思 如来如是 如时之矣 于彼所有的众生 起大慈大悲的功德力 勇猛精进 献三种神变 让众生为什么 相信佛法 教诫 安置你的身口意 而成立世间跟初世间 你真正能够有正性的 佛法身三宝的法轮 好 这几天快要结束了 我几乎每一天都讲两三个故事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感应故事 因为这是真实发生的 这是真正你可以知道 地藏菩萨的悲心跟愿力功德 我们因为业的关系 只能见到地藏菩萨的佛像 或是画像 可是呢 我们还看不到地藏菩萨 有些人有见到 有些人没有见到 但是它是存在的 举一个例子 我再做问一下 没有去过美国的请举手 没有去过美国 美国纽约或美国任何一个国 美国的任何一州没有请举手 举高一点 好 手放一下 那请问你们知不知道 有美国这个国家 你怎么会知道 你没有看到啊 现在都跟我讲 师傅 眼见为凭啊 你没有看到美国啊 但你为什么会相信有美国 告诉我 第一个 现在有DVD 对不对 有 电视视讯 第二个 有些人去了美国 美国纽约 买了礼物给你说 你看 This is chocolate from New York 你吃到了美国 纽约的巧克力 所以你相信有美国 第二个 去了那边呢 照相回来给你看 你有美国 所以 你看啊 你现在哦 没有去过 可是你却相信美国 可是呢 那告诉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呢 很多人就不相信了 很奇怪哦 你没有去过极乐世界 你也不相信 你没有去过 美国 可是你却相信咯 听懂吗 听懂师傅讲什么吗 所以你是什么 选择性的相信 有条件式的相信 人家从美国 纽约 带来拿巧克力 Oh very sweet Thank you 我相信有美国 好 那为什么叫你要图净土感应路 因为有很多人 都是预知实实往生的 所以的确 因为极乐世界是存在的 假如它不存在 假如它不存在 怎么会这么多人 头脚趴去都往那边走咧 对不对 极乐世界 你没有看到 但是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因为你善根比较薄 讲实话 对不对 你不相信 因为你没有听经 第二 你没有闻佛法 你去羞耻 你去羞耻 再举个例子 好 现在 新加坡夏天 很热 凡是来会客的人 师父都会给他送水 谢谢关机堂准备 现在我跟你讲 这个水很好喝 很好喝 然后呢 你很聪明 然后照相 然后分析 这个茶杯 是用这个 铁做的 盖子呢 是黑色的 这个塑胶 你讲了半天 但是你很固执 就是不肯喝 像我 像我 太棒了 可是这杯水不是给你喝 是给师父喝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喝 这个就是修持 修持的力量 比你理解的力量 还更重要 当然 先要理解 再来修持 再来修持 会帮助你更深的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花六天的时间 坐在这里讲地藏菩萨 对不对 因为它是真实存在跟发生的 假如你不了解 你将来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可能念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的大威神力 是普遍于 净虚空骗法界的 你得先相信 相信很难 就向你接受 举个例子 再来讲 你把钱存在银行 新加坡都存在DBS 或POSB 对不对 存钱的时候 对方要确定你不是假的 所以要看你的新加坡护照 或ID卡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责任 请问 我把钱存在这里 那你也会担心 钱会不会跑掉 我存这么多的新币 我一生的所有积蓄都存在这里 你这个银行会不会倒闭呢 你也会去评估 哪一家银行比较好 甚至你还有掐子一算 哪一家利息比较高 对不对 众生都是精打细算 所以他必须要先接受你的相信 你也要相信他 这样你才会愿意开户头嘛 对不对 再来你把钱存进去 每个月赚钱这么多 还要付政府的公积金 那你存在那边 你为什么相信 因为这个银行有信誉 同样的佛法生三宝 也有无量的功德与信誉 所以才会有人相信他 假如佛菩萨讲的跟做的是不一样 或是这些感应故事是假的话 那当然就没有人要相信嘛 对不对 同样的你把钱存进去 存进以后 对不对 万一这个银行出了状况 信誉出了这个有问题了 或是呢 出了呢 倒闭的时候 那你们第一个什么 都把钱先给领出来吧 对不对 再转到另外一家银行 所以银行必须要先相信你 相信你这个人是新加坡人 而且你的护照 你的ID是真的 所以他必须check your document 检查你的证件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第二 他也要保护你 现在全世界诈骗奇谈很多 所以 若没有你的签名 没有你的密码 没有你的证件 他也不可以随便给人家领钱啊 为什么 因为他得保护你 同样地藏菩萨 还有天龙八部 还有地藏菩萨 会千百亿化身 保护你 保护你什么 不要被烦恼所迷惑 不要被外道的恶善之士给迷惑 不要被外道的恶友拉走错路 所以地藏菩萨会护念你 这样了解吗 好 为了要帮助大家 我再讲一个故事 在台湾三亿乡 有一个信徒他是雅巴 他是雅巴 可是很不幸他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因为一流产就过世了 过世了以后很不幸 因为他很贫穷 所以乡下呢 就把他交给三个道士去念经 道士本来是想要去诵经的 结果这个道士有点现实 为什么本来答应下午要帮他诵经 结果他早上接到呢 有另外一家是比较有钱的人 他就去诵经了 这个道士有点现实 结果他就请佛教徒的三位联友去帮他诵经 可是在诵经当中呢 因为有一些障碍 念来念去 念来念去 结果念了一半没有念完 他就被他们家人给赶回来了 赶回来以后 这个有善良的人 邱先生 他就心里有点挂碍 他说我本来是要发心为他诵经的 希望王者能够离苦得乐 可是今天这一家人的恶业真是阴错阳差 业力很重 所以从念经回来第二天 他就真的很不幸的感觉头晕晕 然后呢 觉得说我没有生病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想一想 可能是那一天 我帮哑巴的那个妻子过世的人啊 他可能呢 还有痛苦 所以他就很虔诚 在家里 在地藏菩萨面前发愿说 地藏菩萨我愿意帮他念三部地藏经 他真的很可怜 他们全家人这么贫苦 死了呢 连做那个买棺材的钱也没有 做佛事的钱呢 也是左邻右舍臭来的 他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个哑巴的人很可怜 他就生一念的真诚心 在家里不为钱的呢 帮他送地藏经 结果送完了三天以后 突然啊 就做梦了 梦到什么呢 他自己往前走 走到一个寺庙 突然有很大很大的庄严的寺庙 突然有一位尼师 尼师就是比丘尼 站在这边 结果我往前走的时候 尼师突然来跟我顶礼 我吓了一套 他说 师父不可以不可以 你跟我顶礼 会折瘦 他说 不會的 因为你救了我 他就跟他梦中讲 他说 我就是你前几天 帮我超度的那个哑巴的妻子 很抱歉 我们家的业力很深 佛师也做得不圆满 但是你的很心很善良 你回到家里 你因为不为钱 而真心为我念地藏经三遍 结果我投胎做人 而且我现在出家做比丘尼了 我要特别来感谢你 他听了吓了一跳 他说真的吗 他说没错 将来你好好修行 未来我们还会相见 他就消失了 后来他又梦醒了 他想说 一个哑巴的妻子 因为他念地藏经很虔诚 念三遍 不为钱而帮他做 结果因为地藏菩萨的功德力 没想到三天以后 他就投胎了 在另外一个世界 而且做比丘尼 继续修持 将来会成就无上的佛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地藏菩萨 是可以度幽明界众生的 答案是什么 他心真的很虔诚 不为利益 我们一般人 常常是用杂染心 因为别人念 当然有念总比没念好 可是为什么没有 他这样的功德力呢 因为他很真心 第二个 前辈子 他是哑巴的一个妻子 当然是他的恶业 可是当他断气的时候 世间人觉得很可怜 可是他因为一断气 来生投胎 却什么 做出嫁比丘尼 所以我希望 大家听地藏法门讲座 有很多的智慧可以开启 人不要只要看眼前 人要相信因果 了解过去 现在 与未来 好 再看下面的经文 请看物三 四十页第九行 物三细说三种神变 何等为三呢 一者神通变现 二者济说变现 三者 教戒变现 请看幻灯片 师父有加上补充 所谓的神通变现 这是佛的叫做生叶轮 神 佛陀的身体 可以千百亿化身 佛陀的身体 可以千百亿化身的 第二个 既说变现 佛的语言 可以讲各种语言 甚至在梦中 为你说法 比方说我有时候也会梦到我西藏的老师 他讲的是藏文 可是我听到的是中文 他明明是讲藏文 可是我在梦中是听得懂的 是听得懂我的语言是华文 为什么 因为语言是空性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地藏菩萨也会讲潮州话的 地藏菩萨也会讲英文的 地藏菩萨也会讲客家话的 起码你会有一种你常用的语言 第三个叫做教界变现 就是他的意念 他可以读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的念头 所以你跟佛菩萨齐寝 齐寝的时候讲重点 不用念那么久 因为佛可以读到你的心念 英文讲 佛陀可以读你的意念 佛陀可以读你的意念的 这些有修行的高僧 也可以看到你的念头的 这是佛的三种神变 由是三种神变 变现的威力 苦婆婆心劝一切的友情 按照佛法教导他 警告他 教导他 引导他 成立出世间跟初世间 一切的正性 让一切的有情世的众生 去向于生死轮回的六道当中 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 接下来再看 悟是 住安颖得无畏 好善男子 我曾如是第九佛轮 由此轮故利益安乐 无量的友情得安颖住 得无惊恐得无所畏 这个前面讲过 最后 自称我处大先尊位 转于佛轮 吹诸天魔 外道邪论 处大众中 正师子侯 所以佛 成就第九轮 让一切众生 利益安乐 心无恐怖 而且吹魔外道 讲经说法 好 接下来看一下幻灯片 我今天跟明天就快要圆满了 昨天介绍肉身地藏菩萨 今天跟明天我会顺着经文 再介绍不同造型 而且有很庄严的地藏菩萨 现在中国大陆也非常的进步 师父没有政治立场 我从台湾来 有时候我在新加坡 也遇到中国的莲友 有时候我们去大陆朝圣的时候 也会见到中国的人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我常常会说 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师兄弟 兄弟 兄弟真的是一家人 可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 我们身在不同的文化里 我们需要多多的时间 相互的了解 相互的关心 相互的帮忙 同样华人因为历史的因素 从中国 逃难到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印度尼西亚 对不对 还有到台湾 你看这个历史一分散以后 我们的想法看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内心里也真诚祈愿 中国大陆能够佛法兴盛 为什么呢 因为四大名山都在中国这块国土 对不起 四大名山没有在新加坡 四大名山也没有在台湾 所以真正佛法兴盛 在中国这块国土里呢 是有很多很多秘密的修行人的 好 请看四川峨眉山 最近它有一个佛学院 叫大佛禅院 里面呢就供了非常多 庄严的地藏王菩萨 请看地藏菩萨 两层楼半这么高 非常庄严雕的 大院地藏王菩萨 戴五方佛宝冠 对不对 然后呢身上穿满了这个庄严的袈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陆现在除了有福报之外 有财力之外 他们对富持三宝佛法生呢 版教育文化慈善事业 也是非常进步的 对不对 听说新加坡的人 动不动也喜欢包个团 到中国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要祝愿 如果中国佛法很兴盛 全世界华人也都会有福报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 秉实 第十佛轮 好 请看 四十页 第十五行 秉实 第十佛轮 好 我从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终于讲到今天 第十佛轮了 我从开始地上法门的简介 地上法门的修行跟介绍 然后从第一轮一直讲到这里 其实十轮经呢是非常的殊胜的 好 请看第十轮 丁一 统领四大不周 成就亡轮 经文是从四十页到四十一页 请看科判 物一 愿待众生受苦 第二 物二 天神永坐轮王 物三 受七宝轮 统领四大不周 第四 物四 福慧圆满 最后终于升到天上做天王 好 从这里可以看到 古印度当国王叫统领四大不周 请看第一个 待会会给各位看幻灯片 我先讲经文 一 愿待众生受苦 请看经文 岔地利 善男子 如岔地利 灌顶大王 为了除去四大不周 无量的友情 种种众生的身体的病痛 首先 这个国王为什么 发愿待众生受苦 注意听 在待众生过苦 我讲的最详细呢 是在普贤十大院里面的 恒顺众生院 以及最后的普街回向 请你上网听 我这里只能讲重点 简单地讲 因果上 你是不可能带众生受苦的 比如说 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请问 晚上我吃饭 你会饱吗 你确定吗 对呀 晚上 比如他们帮我师父送饭 送到师父房间 你知道我晚上吃什么吗 你不知道吗 我吃饭嘛 还有菜 还有汤 请问 我吃饭你会饱吗 答案是不会的 所以 你是不可能带众生的果报的 但为什么这里要讲 带众生受苦呢 是因为 我们在行菩萨道里面 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发愿众生无边 誓愿度 为了要破除你的执着 扩展你的心量 所以你要发愿 我要带一切众生受苦 但事实上在因果上 你是不可能带众生受苦的 那为什么不可能 他又要说呢 因为你发愿带众生受苦 当你想的心量越大 你的功德力就越大 举个例子 各位坐在这里 你每天早上上班 然后下班 在家人看佛堂 其实你常常想到的是谁 只有想到新加坡的华人 还有佛教徒而已 你很少想到新加坡 还有什么 印度人 对不对 比如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听说Mustafa 或Little India 哇很疯狂的 全部都是印度人 对不对 你就想到自己是华人 印度人 有印度人聚会的地方 还有新加坡 也有很多Bangaladeshi 还有泰国人 有泰国人聚会的地方 对不对 马来人有马来人 讲聚会的地方 对不对 马来人讲马来话 只会讲Dalimakasi 或Sama Sama 对不对 或是要嘛就是 加朗加朗 对不对 我只会这几句 所以你会发觉 同个语言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语言相近 所以他靠在一起 那事实上 我们华人一直在一起 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我们一直分 我是华人 你是马来人 他是印度人 所以你的心量永远这么小 小到呢 只有一个脑子可以装得下 你的心量从来没有像过佛堂这么大 你的心量也从来没有像光明山的寺庙这么大过 选举的时候还要分不同的党派 不同的政治 不同的人选 为什么 因为你生生世世分别习惯了 讲待众生受苦是要你发愿 那么大悲观是因 愿我速度一切重啊 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是拜大悲灿 师父为什么一直要讲这句话 我就是希望震动你的心 你脑筋里拜大悲灿 其实你的心量还是很小的 你根本是嘴巴念念而已 有念总比没念好了 结结缘而已 你的心真的没有想到 静虚空骗 不要说光新加坡好 你真的想到全亚洲的联友吗 任何的人吗 像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和海啸 看到很难过 第二天跟我没关系 还是去上班的 你看我们其实很容易健忘的 可是观世音菩萨不一样 他看所有一切的众生 就像他的孩子一般 所以他号名为大悲观世音 他是佛菩萨 所以我们是凡佛 就算你可以想到东南亚的华人 请问你想到全世界的人吗 全世界现在有七十亿人口 你知道有些人没有饭吃吗 死的都是我们家的 跟我没关系 死的都是跟我家没有关系 所以我也不会去想到他 所以我们的心量就是这么小 所以佛为了要破除你的心量 所以要你念 发愿众生无边是愿度 所以假如你要常常念佛先行愿品 你就会一开始每天想到 近虚空遍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国土的无量无边众生 你的心量就会扩大 因为心量扩大 你就有功德力转动你的业力 这也为什么我弘扬华严经的原因 念其他的不是不好 念其他也很好 念地藏经 可是你念地藏经 你并不懂地藏经的意思 地藏经里面告诉你 功德跟什么比成正比 心量成正比 虽然地藏经也比说 六比一 亡者得一分 生者得六分 六比一 六比一其实是比喻说 假如你的心量广大无边 是无量无边的话 你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 你家人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 功德是跟你的心成正比 功德不是跟你投香油钱的 钱多少做正比 了解吗 佛法它是很伟大的 所以它有它震动你的心的力量 所以要发愿待一切众生受苦 所以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那有人就会说 好 我要学地藏菩萨 我要发愿待一切众生受苦 那请问明天 是不是全部的业障或病 到你这边来呢 答案刚好相反 我讲一个西藏的故事给各位听 西藏有一个伟大的人波切 帕崩卡人波切 你知道吗 他讲掌中解脱论 也就是皇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他发愿呢 来生呢 我要到地狱恶鬼住身去度众生 他每天都发愿 所有的众生 也都到我身上来吧 他看到一个病痛的人 得了麻风病就 愿一切的众生没有痛苦 你的病给我吧 对不对 我承受 然后人家说 师父你脑筋怎么坏掉啊 你每天都在接受人家的业 那你将来不是堕地狱吗 很好啊 我堕地狱去就很好啊 对不对 那他的悲心广大无边 他碰到苦难的人就 我怨大一切众生受苦 也因为他的悲心很强 他也念 同时他也念 中科巴大师齐寝文 念 所以 因为他的怨心广大无边 当他碰到病人的时候 有些西藏人生病来 见他 他只要摸着他的手 念 他病立刻就好了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心的愿力的力量 一般人我们病痛 都要去看医生 对不对 吃了很多药 吃了很多补品 不一定好 为什么伟大的西藏上师 不但是他 我插一句 阿迪夏尊者也有这个力量 他到西藏的时候 小朋友生病 然后呢 抱来给他 他只要抱一个宝宝 念一念呢 这样一吹气 那个宝宝病就好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 因为心的大悲怨心的力量 所以各位 你要发愿 愿待一切众生受苦 我再继续讲 帕崩嘎大师 也因为呢 他一直发愿要待 所有三恶道众生的苦 结果他越发愿 功德力越大 可是呢 人家呢就会担心说 那师父你将来 会不会到地狱呢 他说答案不会 答案我是会生到净土 他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念念都 发愿要待一切众生受苦 所以我转动我的业力 也因为转动我的业力 也增长我大悲心的功德 所以将来我会生到极乐世界 了解吗 所以讲待众生受苦 目的是一破除你的执着 二扩展你的心量 第三你是不会到地狱的 反过来你反而 因为你的功德力 大悲心的功德力 你会生到莲花化身 在净土里的 请看经文 所以这个地藏菩萨说 善男子如刹地利灌顶大王 为了除一切众生 在中国家里面呢 有很多的生病跟痛苦 他首先很虔诚的 先剥掉气色自己的王位 然后脱掉自己 非常庄严富力豪华的龙袍 或丝绸的衣服 用各种香汤来沐浴 就是栽贱沐浴 穿着清净素雅的衣服 端坐思维 思维什么 请看经文 看幻灯片 对于一切的众生 我要有广大的平等心 慈悲的护念 为了救度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病苦 愿我能承受一切众生的痛苦 接下来他一样会广修供养 那种种的香花 祭月 还有所有的香花 灯果竹 以及最好的供品 供养什么呢 大威德天神 在这里讲大威德天神 经文是讲大威德天神 其实广义的说呢 他是成就王伦 也就是说他供养佛菩萨之外 还有当时呢 在印度教所有的师婆神 大范天王 所有的天神呢 他都供养 因为他平等的心供养 待会给你看大范天王的照片 好 先看 所以本身什么叫做转伦圣王 看释迦如来 释迦牟尼佛当仇生的时候 走七步莲花 讲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本身就有转伦圣王的供养 功德 当他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这个我 注意听不是我执的我 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这个我不是我执的我 而是说天上天下 唯有我 是自己能够自己主宰自己未来的人 所以我是最为尊贵的 这里的我是指命由你的心而做主宰 佛陀本身是无我的人 这里不是解释为我执我见的我 再讲一遍是说 我的所有的生命跟未来 都是由我的心念而主宰 这个叫做我 而且我是最为尊贵的 再看下面 禁放王 这是印度的话 我好不容易找到 因为当时佛陀出生的时候 他是印度人 而且是尊贵的婆罗门 禁放王 站在后面这位带着宝冠 他深深的爱着自己世家太子 太子出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庄严 具有印度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这时候他就请床头前面一个 阿斯陀仙人来看相 然后他就请问说 我未来的儿子会怎么样 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 古代印度也很重视看相 对不对 然后呢 中国文化里面 其实也有看相 相由心生嘛 对不对 我听说华人也有很多人 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也会去看八字 然后写他一生的年谱 对不对 我出生的我的时候 我妈妈也把我叫看 对 结果呢 先说佛陀 再说我 对 因为我妈妈就偷偷知道 我将来会出家的 她舍不得 后来她才偷偷告诉我 好 请看 所以阿斯陀仙人里面呢 那阿斯陀仙人看到佛陀的时候 他感动得合掌流眼泪 他说尊贵的静放王 你太有福报 你生到一个天上人间的一个圣者 他说这位孩子非常了不起 若不出家 他会成为印度转轮圣王 他有这个功德 不但会把你的国土制的最好 而且整个五印度 东南西北中 他就会完全统一 而且会与他的人德统一 不用战争 他就当转轮圣王 但是呢 假如他出家的话 他会变成三界导师的圣者 是就近觉悟的圣者 当时他并没有讲佛 因为这个佛的名号 并没有出世 他说他会成为天上人间 三界一切就近觉悟的圣者 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老了 我看不到太子成为圣者 希望将来太子来度我吧 他讲完了以后 其实 靖范王他是非常非常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是天上人间 最为尊贵的圣者 你看是我生出来的 第二个 他希望他得到统治国王 所以成为印度转轮圣王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有一个好的儿子 帮他做后代的国王 而统治国土 所以事实上 靖范王是不希望佛陀出家的 因为他出家以后 就没有人来继承他的王位 所以他很自私的 就每天让他吃得好 穿得好 然后用世间最快乐的东西 让他知道活在王宫里 是最快乐的 而且不准太子出到外面去 看到生老病死 可是太子本身是有智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从都帅内院来投胎的 善慧菩萨 他就是今生要实现成佛的 所以 所有一切的相貌都是你自己修来的 你所有的命也都是因为你过去无量节功德成就的 好 再说一下 我 当然我没有佛陀这么尊贵 可是我知道我啊 我出生的时候 听说我爸爸妈妈就请他看一下 而且他说我命中带有佛骨 佛骨就是会出家修行的意思 我妈妈故意把那一条给化掉 他不让我知道 其实他知道 然后呢 他就藏起来 这张纸也没有给我看 一直呢 等到我长大读书以后呢 很不幸我最后出家成功的时候 他才流眼泪 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你小时候出生 我就知道你会出家 只是我舍不得你 然后他就把纸拿给我看 我说我为什么你化掉呢 他说因为我 你不想出家 我说错了 假如我有这个怨心 其实我成愿再来要出家的话 我真的要出家 你也挡不住我的 他当然他现在能接受 所以 我发愿我生生世世都出家 所以 为什么说菩萨界的功德很大 因为菩萨界不但是今生 还会到未来是 你生生世世都会遇到佛法身三宝 请看经文物二 天神永作伦亡 而是一切的天地隆地 乃至于模糊落且神地 知道了这桩世 就说这个人 若思念一切众生的恩德 这个人的心会震动天上震动天宫 就各自共同地说 此差地利灌顶大王 他具有无量的功德 有大威神德 应该他有资格做转轮圣王 统治东南西北四大不周 假如他统治的话呢 众生会很有福报 所以我等应该往前 帮助他共同建立 这个很好的王国 也让呢 这个国王旁边眷属圆满 可以统治四大不周 这样天下的昌生呢 就有福报 而且呢 不会有各种战争 疾病 而且人民才会平安快乐 所以古代呢 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国王出世的话 是明君 英明的君主的话 天下的老百姓都会有福报 假如一个是昏君 或是喜欢杀戮 喜欢战争而出世的话 那他是很可怜的 好 在这里还没有看图片之前 我讲阿玉王的故事 我现在脑筋想出 你知道阿玉王刚开始呢 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他在印度的时候 他没有学佛的时候 他喜欢战争 喜欢国土越来越大 然后他动不动就出兵 然后其实他杀了很多人 为什么呢 有一次阿玉王他野心很大 他除了古印度五个 我们东南西北 五印度他要统治之外 他还要想往西边 地中海 统治克什米尔 跟这个回教阿拉伯的国土 往东边 他想也进攻中国的蒙古跟西藏 他也想做国王 那所以他每天都在训练军队 而且呢很残忍的说 小朋友应该18岁以上就可以当兵 才能当兵 他15岁就抓来了 所以15岁以上的孩子呢 都离开了家 然后妈妈舍不得说不要不要 所以那个时候 所有的妈妈只要生下的男孩子 都把他藏在家里地窖里 因为被抓到了就要去当兵啊 那当兵结果只有什么 死路一条嘛 所以当时阿与王非常的残暴 每天训队军队 然后就是要这个战争 到最后一次让他觉悟 也是佛陀要度他的时候到了 他呢真的战争了 跟北方的匈奴打仗 还有南方的这个蛮族打仗 他一次发动了很多战争 结果死掉了十几万人 结果死掉十几万人的时候 他自己活下来 可是他站在战场上呢 他自己放声大哭 为什么呢 他说我为了国土 可是却死掉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人 然后在旁边呢 都是呢那些妇女 还有太太哀嚎的奶草席呢 捡他的先生以及儿子 因为死掉了要埋尸体 所以一排一排都是哭的 然后他听到哭声 他就掉眼泪了 这时候佛陀在虚空中 就跟他讲阿欲王啊 你为了一个人的权利跟欲望 你看到了吗 多少的苍生啊 都死在你的命令之下 你值得吗 这时候阿欲王真的忏悔了 他觉得他这一生太多的战争 所以以前黑的阿欲王 叫做Black Ashoka 黑的阿欲王 后来他忏悔以后呢 他听到佛陀虚空中的声音 他觉悟以后 他从小也接受过 印度教跟佛教的洗礼 所以他对佛教也有基本概念 只是他欲望冲昏了头 最后呢他就忏悔 他就变成White Ashoka 白色的 这时候呢他就下令 他知道自己的罪业很重 因为战争死掉了很多人 多少的家里呢 都是诅咒这个国王的 希望他短命赶快死 他活得太长的话 天下就有更多的战争 因此所有人都诅咒他 他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恶业 所以他就开始建立寺庙 度出家人 出家人所有的食衣住行 需要的他都去供养 因为他是国王 接下来呢他建寺庙 然后呢 因为他是转轮圣王 他下令把全印度呢 曾经古代的佛塔 通通都打开 把所有的佛的设立呢 集在一起 做无哲大会 然后他放在八万四千个 铜里面 然后呢 广大供养 请出家人诵经 然后呢 再来做功德 然后他发愿 希望设立放光 放光到哪里 那个设立塔就建在哪里 那因为当时他是转轮圣王 他的功德力很大 他不可以 他不但呢可以命令人间的人民 他甚至可以指挥天上的天神 还有地狱 恶鬼 幽民界的鬼神道 通通都听他的话 所以这时候呢 所有的圣弟子 还有天龙八部 还有鬼神 就捧着设立塔 就一直念释迦如来的名号 然后呢就往四方飞 当光飞到哪里 停到那里 他就在这里建设立塔 所以我们中国大陆的阿玉王设立塔 就是当时设立这个阿玉王那时候 建的时候鬼神一直飞 飞到中国 然后建的释迦摩尼佛设立塔 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而且把佛教呢 派到各个不同的国家 也培养最好的人才 国家越来越兴盛 所以在佛教史上 他本来叫做Black Ashoka 就是黑心的阿玉王 可是因为战争 而让他觉悟 变成White Ashoka 最后变成了印度的转轮圣王 佛教现在你到印度去 在很多的圣地里面 都可以看到阿玉王所建的 比方说菩提加爷 Maha Bodhi Temple 第一次在一二世纪建的时候 就是阿玉王建的 这是后来的人 一直把它修建修建 才会变成现在这么壮观的 好 请看幻灯片 所以当 差地利国王 發愿 要能够利益天下的众生的时候 不但他会感动天地鬼神 他也会感动天上的大梵天王 跟帝世天 来护持他 所以真正修行的人 不是只有度人 可以度天上的天神 也可以度幽冥界的众生 好 现在介绍大梵天王 大梵天王 大梵天王从有印度式的 有不同造型的到中国 请看 这就是印度式的大梵天王 这个你在小印度里面 新加坡有小印度庙 Little Indian 你可以去看一看 他们也有共印度式的大梵天王 他可以创造世界 也可以破坏世界 大梵天王传说 也是师婆神的化身之一 接下来看 佛教式的大梵天王 原版的佛教大 我们法院佛教式的大梵天王 其实他是非常威猛的 而且他有拿箭 护持佛 也是佛教的天龙八部之一 接下来 你再看西藏式的大梵天王 西藏式的大梵天王 画的是中间 请了一个法罗 造型点是西藏式的 它有四个脸 代表东南西北 所以注意听 其实大梵天王 不是你们的四面天神 新加坡人喜欢拜泰国的四面天神 最好请不要说四面佛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佛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喜欢讲佛 他是四面天神 的确你们还配健康 长寿 爱情跟富贵 排四边 其实他是四面天神 当然在南传佛教里面他们也拜 因为他也是一个护国为民的 所以他有四个脸 但是你看西藏的大梵天王 他有四个脸 最后一个脸画的表 听不清楚 实际上他是东南西北 四个西藏式的大梵天王 接下来再看 到了中国 中国的大梵天王 就会向中国的道教融合 然后大梵天王 他就有拿着散盖 船方 而且他有仆人 甚至他有留胡子 这是中国汉化以后的大梵天王 再看 我刚才说过 大梵天王的功德力很大 不但能够还统领天上的天 天神 连地狱 恶鬼 幽民界 众生的鬼都得听他的 所以看这张图里面 中间有一个拿那个散盖 有没有 帮他撑雨伞的宝盖 前面那个穿黑衣服的 就是中国式的大梵天王 右下角 连地狱 恶鬼 畜生的黑白无常 也是听大梵天王的命令跟统领的 也就是说他拥有无上的权势 力量跟功德力 天上人间六道众生呢 他可以统领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佛说 伦王 七宝经 由师护大师翻译的 各位有空可以上网去看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 佛说 伦王 七宝经 好 接下来我就讲下面的经文 好 请看四十一页第二行 物三 寿七宝统领四大部州 事实天地乃至于 莫乎若且神地 就共同地往这个 差地利大王所住的地方 加持 差地利成为灌顶大王 所以在古定度呢 所谓什么叫灌顶 就是当太子要升座的时候 在印度的文化里 象征着拿一壶保平的水 要取东南西北四大部州的水 放在里面 然后再放花 然后把这个水 倒在这个太子上面 这个是原来印度最原始灌顶的意思 其实灌顶不是西藏佛教独有 而是来自于印度文化 当太子要登入转轮圣王的时候 要请国王为他撒净或洗净 这个叫灌顶的仪式 甚至天上的天神也会为他灌顶 乃至于一直到我们现在中国 讲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 当佛陀出圣的时候 讲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在中国接下来我们就魏塞节了 对不对 九龙吐水帮他洗净 九龙吐水就是为他灌顶的意思 后来这个仪式被保留在西藏佛教 所以仁波切上师就会为你灌顶 真正的